大家好,我是国外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半导体方向 那么今天半导体方向 为何大涨后市还有没有可能持续 那么个股当中的话呢 像北京军政 包括了像江华威,长川科技等走强 涨停个股的话呢,也是一大把 那么像三安光电,北方华创 四南威,通福威电 造一创新,都有所表现 好,那么首先呢,咱们来简单的聊一下 半导体之所以能够大涨 其实呢,更多的还是受到消息的驱动 好 消息的一个驱动 那么具体是什么消息呢 其实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的话呢,是光刻胶 供应紧张 第二条的话呢,是属于 时隔九个月中美贸易重新 贸易谈判 重启 好,那么第一条的话呢 是比如说像光刻胶供应紧张 众多晶圆厂正加速导入本土产品 另一个刺激因素呢 半导体大涨的因素是中美贸易谈判 经过九个月的隔着之后再次启动 市场预期中美职业贸易谈判将会向好 依据惯例 有可能会利好半导体 好 那么这里面为什么说是中美贸易谈判这一次会向好呢 原因在于 移情的干扰因素 中国是世界唯一一个真真真真真完全控制住移情的国家 而且呢发展生产已经是属于快速恢复 那么呢在全球范围内的货币宽松或者是方水 那么通货膨胀迫在眉睫 这一块的话呢 那么中国由于率先从疫情当中走出 那么呢占据更多的主动 好,咱们不做不做过多的延伸 先是消息驱动 那么半导体方向后市有没有机会走出连续性 那么我们来向半导体板块指数 半导体板块指数的一个态度呢 当前它的一个走法 首先今天它是区别是方量 长阳 好,方量长阳过之后呢 那么对于半导体板块指数 它当它的一个大的一个格局 其实呢还处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种走法 这种高位震荡的一种走法的话呢 它可以追溯到列宋了 好,回次下来 反弹 再回次下来 因为它前面的连前面的低点并没有跌破 从2,9低到2,200点附近 并没有跌破前面低点 这个位置的话呢 当前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距离前高 当前的话呢 也是有些距离 它更多的话呢 从长周期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高位宽分震荡的一个走法 人家说小周期的维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首先当前 它的属于一根阳线站在了 140点均线上方 5天均线的上穿114 13天均线的即将上穿 而且呢 今天伴随着的放量 那么对于该方向有没有持续性 个人的一种观察点的话呢 接下来密切关注的一个视角是量能能不能保持 因为呢 近期 近期的话呢 但凡是受到消息驱动的 那么它的一个持续性要根据 或者呢 要收益 要参考消息本身 它的影响的一个长远 那么中美贸易这一块的后面 必然会有不断的消息出来 好 所以说呢 对于半导体方向的个人认为 它仅仅是板块轮动的一个环节 至于能否走出持续性这一块呢 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是呢 从技术的一个跟踪视角 从技术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当前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小的平台的突破 均线的维度来讲呢 均守140例局限 线上为强 线下为弱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借助常论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从低点2217.64以来 那么呢 用30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观察 好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延伸 好 那么作为中枢延伸的一个 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那么当前在走着那个向上的离开段 耶稣呢 接下来只要说真的往上当中回撤 不破2531.83 只要不破这个位置 它是给出分钟级别300的一个机会点的 好 这是一个观察视角来进行看待 好 那么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好 然后呢 从均线的一个维度 刚才呢 讲到140例局限 线上为强 线下为弱 然后再从成交量的维度来看呢 今天明显方量 方量过之后呢 后面 它只要不出现持续性的 快速缩量 什么叫持续性的快速缩量呢 我们来看这个位置 连续两天反弹 整个 很多 很有的话呢 尤其是看到这种放量 长阳 然后整个人就兴奋了 但是后面明显观察的是 一天的缩量不可怕 持续的缩量 它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两天的话呢 也是面临放量 放量过之后呢 持续缩量的一种动作 而且呢 前高 已经在前面站了一个平台 撑压 好 有压力 没有突破 放量之后的缩量 而且持续缩量 后面的话呢 进入这样的一个弱势状态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考察的一个界点 是属于 不同之数呢 在于它突破了前面站小的平台 突破之后呢 后面震量当中 位置上面来讲 震量当中不破140年均线 这是位置的参考 然后量的来讲的话呢 放量之后 缩量一天不怕 只要呢 不出现持续性的缩量 那么如果说能够保持出一个 良心的 这样量堆的一个呈现 那么行情必然可持续 如果量堆都不能保持 放量之后呢 随便快速 或者说随便明显的 持续的一个数量 那么的话呢 它又会进入了一个 新的弱势周期 或者大的一个宽幅震荡 好 这是半导体方向 那么我们再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例如说像北京军政 北京军政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对呢 它是朝铁反弹的一个做法 从142跌到52块5毛1 52块5毛1的位置的话呢 其实也是属于严重腰斩之后 从高倒立严重腰斩之后 那么当前的一个做法 随便大的一个方向的话呢 它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趋势 虽然说呢 价格占上了144年军 但是呢 我们把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当前呢 还处在这样的斜线下的 这样的一个通道内 靠近上沿 实际上是有承压 靠近下沿的话呢 是有可以把握 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基点 好 然后我们看小平台 小的平台的话呢 从小级别 从52块5毛1的位置呢 它对应的是可以把它 作为这样的一个 中枢的形成 而后呢 这箱子离开段 那么中枢的上沿的位置呢 是在 72块6的位置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72块6 当时当前的 114年军线的位置呢 是74块4毛5 也就是说呢 对于北京军政 这样的个股呢 像上 因为是创业版的 20厘米 相上的话呢 必然偏的五军强高承压 这个平台的话呢 它是一个压力平台来看 所以说呢 相上不能追 但是呢 如果说回刺不破 中枢上沿 那么再进谈起 那么可能会存在 存在分中级别的 三买的机会点 好 就那样 回落下来可能是机会 但是相上反弹 那么不易追 那么上方又承压 这是北京军政的一个 技术跟踪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像三安光电 好 那么三安光电的话呢 对应了一个做法 它也是属于超低反弹 从36块4毛4的位置 一度下跌 只不然它下跌的幅度呢 也是到了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 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了这样的一个 距离支撑线的一个位置 好 这是大的一个方向 小的方向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它的一个下跌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是属于 当前也可以把它 做小的平台的一个突破 好 小的一个平台的突破的话呢 对应的列说 好 冲高 回次 再冲高 回次 它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小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突破 那么平台上沿呢 在26元附近 那么接下来呢 像三光电 这样的个股 同样的 好 那么如果说 震荡当中 始终不破 26元的位置 那么它是一个突破之后的 一个震荡 确认的一个走法 不排除 再度走强 那么再度走强 自己呢 当前考验到 像 像MICD呢 刚刚上零轴 量能的话呢 今天是属于倍量 然后的话呢 均线53 在140元附近下方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防翻的是 再往上防翻的是 偏离五均 那么呢 对应的 包括呢 像前高附近 好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承压 所以说呢 像三光电之类 个股的话呢 对应的 像 当前是属于 刚刚走出 小周期的这样 增长区间 26元位置 做一个参考点 回踩不破 增长中不破 26元的位置 还有机会的增长 进来 进一步走强 好 那么走强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 虚线能不能很好的跟上 保持住 最终保持住 均线的独独排链 好 这是三光电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讲 如果说呢 回落 回落的话呢 跌破了30 跌破了26元的位置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又可以把它作为 用它的一个 震荡的一个手法 例如下方 地点和地点相连 好 上方的话呢 高点和高点相连 它 回落下来 那么呢 靠近下沿 找机会点 靠近商业找卖点 当前的话呢 像今天它是一个 突破的一个走法 而且呢 是属于涨停 封板之后 并没有开板 明天呢 大概率可能会有一个 冲高的动作 好 这是三光电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北方滑创 北方滑创的一个技术 表达的话呢 今天是属于最高 冲到9.58% 但是没有封板 那么它的一个做法呢 也是属于 前面的从238.88的位置 回落下来 反弹一次 没有给出 没有冲流新高 再进回落 回到133.53的位置 当前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实际上它是属于 典型的30分钟盘整上 30分钟盘整上的话呢 我们用残忍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跟踪 来看的话呢 对应的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列缩 从133块5毛3的位置 这是一个进入段 然后呢 下 上 下 上 走的是中枢延伸 再向上走离开段 那么我们把 中枢的上延 中枢的区间标注出来 高中取地 低中取高 那么中枢的上延的位置呢 我们来参考一下 对应的话呢 是167块钱的位置 作为中枢上延 一说呢 对应的 它只要说 回踩不破167 那么对应的话呢 就是存在30分钟 级别300的机会点 那么这个位置 相当反弹有没有结束呢 我们重点来观察这一段 它是30分钟的这个线段上 那么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线段上 好 如果说用1分钟的维度的话呢 它对应的只是一个 好 这是一个 1分钟的中枢 第二个1分钟的中枢 但是相当离开段比较强势 第三个1分钟枢组建当中 好 这是北方华串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用均线的维度来讲的话 同样 先手144连均线即可 先上为强 先下为弱 再往上的话呢 防范偏离五军 不易追 回次了震荡 不破140连均线可怕过它的第七级点 好 这是北方华串的一个技术表达 人们看江华卫 好 江华卫的话呢 它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典型的超低反弹 从46块 末巴 低到最低呢 18块2 18块2的位置呢 当前这样的个股 今天是属于手柏 而且手柏的话呢 就属于这样的一个 爆量 手柏爆量的话呢 对应的上方 它是属于 超低反弹的做法 依然没有形成这样的趋势和突破 好 同时的话呢 那么上方144连均线呢 是它的一个压力所在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例如说像前低 附近 找直升 不破 反弹 反弹的话呢 那么上方144连均线 是有承压 从均线的一个视角 然后呢 像前高的一个维度的话呢 例如说在前面 这是一个单边 下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来去看 单边下跌结构当中呢 它是属于有心低 好 没心高 有心低 没心高 那么当前呢 这个走法的话呢 观察的是 再一次回落 没心低 反弹的话呢 大概率的 是要突破前面这个位置的高点 如果说前面突破这个高点的话呢 后面呢 再去跟踪 跟踪的是 由单边下跌结构 发展成为 要么是属于 转变为上涨结构 要么转变为 盘整结构 上涨结构的话呢 就是反弹有心高 然后回落之后呢 再不破前面低点 又把握新的机会点 然后呢 再往上 好 走出一个盘整上 或者走出一个上涨结构 如果所谓的发展成为 整理结构呢 就是反弹 又回落下来 它走的是一个局形整理 不管怎么样呢 用低级高抛的维度 把握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点的 主要不破前低 这是僵化二位 好 那么这样的个股 具体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同样的 像上的话呢 先看潜高以144年军业成压 但是呢 如果能冲高之后 再一次回撤不破 前面低点 那么呢 它可能会存在这种轮动的 反复性的机会点 它是一个严重超跌的一个个股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长川科技 长川科技的话呢 它的一个走法 是属于 典型的是属于波浪式的上行 它的一个结构的话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增大上的 还属于这样的一个增大上的一个结构当中 好 在这样的一个鞋箱上的通道之内 那么当前的走法的话呢 它是属于 从43块5毛6的位置 一个下跌140厘军业或者直升 冲高一次回落 当前再进冲高 只不像这类个股的 它作为创业板20厘米的一个高度 那么呢 再往上 必然偏离五军 不能连板偏离五军 偏离五军的话呢 反而回落 只不过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其实可以用去参考趋势性 把我提高抛的 而不宜去追 追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虽然说呢 它的一个走法从3块2毛1上市以来 不断的给出新高 不断的给出新高 确确实实是一只不错的牛股 但是呢 如果说阶段性的一次 又一次把握住这样的一个高点上面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因为它中间激励的时间 下跌的幅度也不浅 好 例如说呢 像这个位置呢 它从25跌到什么 跌到15块钱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从35跌到25以下 就算它的一个 震荡的宽幅震荡的一个区间比较长 那么在这种情况呢 在半辆要和靠近上眼的位置呢 宁愿去放过 也不要轻易的去追 好 这常穿科技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四栏位 四栏位的话呢 好 四栏位这一只个股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当前是属于走的趋势上 这个趋势上的话呢 目前来看的话呢 其实之前有过站的跟踪 跟踪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例如说在这个位置它属于再一次平台的突破 平台突破的话呢 那么偏离五军可减持 偏离五军不可追 那么呢 回踩 十三不破可低息 那么当前的话 它是沿着十三日均线往上走 那么接下来呢 它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依旧看十三天均线即可 好 这是四栏位这一只个股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重点跟踪的一个视角呢 是可以参考十三天均线来进行跟踪即可 线上看多 线下看空 就是线上为强 线下为弱 投资的话呢 也可以把小周期的 比如说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线 只要趋势支撑线不破的话呢 那么震荡当中一旦有机会不断的穿梭新高 如果破了这样的趋势支撑线 反球站不上 那么的要防范风险 因为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距离当前的位置呢 已经稍远 从三十块钱位置到四十 已经涨了百分之三十 你再以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演 作为一个直升依托 显然有点不可适宜 好 这是四栏位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例如说像通负微电 好 通负微电的一个技术 跟踪的话呢 那么典型的超跌反弹的一个做法 那么今天住院这样的移动的话呢 对于整个半道底方向来讲 它是一个体振 但是呢 不同的个股 不同的一个技术诉求 那么像通负微电的话呢 它是属于超跌反弹 同时 它还没有突破 而且上方我们看它的压力 上面压力的话呢 它是属于跌破一百十四年均线 那么前面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鞋箱 这是一个长周期的 高位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顶部平台 破位反周一次 好 再往下走 再进行反弹 上方的话呢 高点和高点承压 好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当前对应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就属于 用超跌反弹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跟踪 那么前面呢 不管是一百十四年均线 还是前面高点和高点 它是有明显承压的 那么所以说呢 不要因为一天的异动 而出 而就是 盲目的或者是冒进的 去介入 好 这是通负微电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会 存在不错的一个机会点呢 例如说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例如说 哎 它能够 哪怕 在这个以这个位置作为观察点来看的话呢 好 这是一个趋势线的破位 这是一个一百四十年均线成压 好 这段当中 如果说接下来的话呢 哎 冲高 再进回次 不破新低 多次 两次回次都不算新低 有一个新的平台 再向上突破 突破之后呢 有平台作为依托 然后让他量能有数量存量发展成为温和放量 他的机会点呢 才会更好 好 这不仅仅是一支个股 就是这一类个股的吧 上方有压力 有明显的压力 同时呢 也是出现超级反弹 那么他一定有新的依托 新的这样的平台突破 才有更好的 更有 才有这样的可靠性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 上造一创新 造一创新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他前面 自从有过大基金减持过之后呢 他就基本上回归到弱势的一个层面的装中来 弱势面来 那么当前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那么这两天连续几天 量能有移动 量能有移动 那么他的一个跟踪视角是什么 看了 例如说咱们把前面的这样的滑线工具给删除 删除过之后呢 当前的一个跟踪视角是什么呢 当前的一个跟踪视角 首先 我们要看 当前的对应的 它是144点均线的位置 还没有站上 没有站上的话呢 那么先不着急 他站稳了144点均线 同时的话呢 站稳 再浪一下 然后呢 53上升114 形成这样的一个拐点 才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呢 那么从104.62 冲高一次回落 没有破新低 反弹 再回测 没有给出新低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其实已经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级别的中枢来进行看待了 30分钟级别中枢 那么当前呢 是期待 可以去期待 走出一个30分钟的向上离开段 如果说向上离开段走出 然后回落不破 既不破30分钟上演 也不过144点局限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三脉的机会点 好 但是呢 当前 它的一个推演方式呢 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中枢 期待成了离开段 它也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延伸来去看 就是也可以呢 也有可能发展成为中枢延伸 所以呢 具体跟踪 当前量能有表现 但是像今天的量能的话呢 和昨天比是方量的 后面能不能保持量的那个延续性 好 这是造一创新 一顺的当 上方有明显的让你一个压力 而且呢 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逐渐没有突破 这类个股的话呢 可以多观察一段时间 交易呢 不用着急 但是呢 尽可能有更确定性的机会点 才去把握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内容 然后说的总结 半导体 今天之所以大涨 更多是受到消息面的刺激 消息面的刺激当中 那么呢 不同的个股 不同的 观察视角 不同的压力支撑 不同的强热关系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只作为技术铿固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好 再见